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高傲的比鲁斯自然不愿承认自在机翼是最强状态 破坏神的破坏之力也能和自在机翼一较长断 所以高傲的比鲁斯选中了高傲的悲剧塔 想证明证明自己的破坏之力 其实不输给为师的自在机翼功 悟空在励志大会篇和摩罗篇中 已经将悲剧塔远远率在身后 从励志大会失斗非斗 到了目前能通过意念就能开启自在机翼 悟空已经慢慢变成无敌的存在了 当然这边悟空洋洋得意 可是悲剧塔就不高兴了 一方面他看着悟空将自己甩开 另一方面自在机翼根本不适合自己修炼 悲剧塔也知道这个道理 拒绝修炼自在机翼功 一方面自尊心作祟 老是跟着悟空叫不进步 别说当最强了 连超越悟空的可能都没有 所以悲剧塔一直寻找其他的方法提升自己的实力 除了悲剧塔看悟空自在机翼功甘身去外 还有一个家伙看得也浑身不舒服 比鲁斯心高气傲 也不能一直看着为师的土地 用自在机翼一直维护世界和平 为师竟然将自己的得意绝活传授下去了 而且悟空常常手软的烧操作 也看得比鲁斯很火的 认为悟空一直给他添麻烦 所以比鲁斯对悲剧塔能力升级产生了兴趣 当悟空和为师继续完善自在机翼功时 悲剧塔开始与比鲁斯谈论自在机翼 比鲁斯试探悲剧塔说 你不学自在机翼吗 悲剧塔给出了他的答案 那不适合我啊 这答案听得比鲁斯那开心的 这才告诉悲剧塔 神的招式可不只有自在机翼 这意味着比鲁斯已经在盘算着 叫悲剧塔破坏之力了 悲剧塔和比鲁斯可说是天生一对地色一双 心高气傲的徒弟 就要配一个傲气十足的老师 比鲁斯说破坏生不训练别人 但是允许别人偷学自己的招数 这是什么鬼逻辑 像骄傲还装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不过悲剧塔就是喜欢这种态度 马上就跟着比鲁斯投石去了 时间在悲剧塔悟空的训练中流逝 他们突然见到了一个神秘外星人的任务 外星人告诉悲剧塔 宇宙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宇宙最强 就是格兰诺拉 他是西里尔星的唯一新权长 因为弗丽莎以前曾经秘立赛亚人军队 去屠杀西里尔星 所以格兰诺拉格外正合弗丽莎和赛亚人 想得到强大的力量去找他们报仇 就这样格兰诺拉找到了龙珠许愿 成为了宇宙第一战士 这样不管是弗丽莎还是其他赛亚人 他都能轻松打败了 悟空悲剧塔听到有宇宙第一战士就兴奋了 想找这个狂妄自导的交伙出来会一会 在离开毕鲁斯心之前 毕鲁斯给了贝基塔一个耳环 让他戴在左耳上 这耳环是贝基塔的毕业征书 表示毕鲁斯已经承认贝基塔能使用破坏之力了 然后毕鲁斯很霸气的命令贝基塔 现在给我去证明 破坏神的招数比天使的招数更强大 看吧 其实毕鲁斯真的很想证明 破坏神的力量不在天使之下 但是总不能和天使打起来证明吧 破坏神和破坏神打起来整个宇宙都会消失 和天使打起来肯定也是灾难级别的下场 是被严厉禁止打 但是说到较量实力方法白白中 自己不能打 那就教会徒儿让徒儿去打吧 这样既不破坏规则 也能奔出高下 一举两得 所以贝基塔去了这一趟 可是带着破坏神面子出发的 来到犀利尔星后 悟空悟空悟空面对格兰诺拉的凶猛攻势 悟空就开始有点吃力了 这时贝基塔劝悟空别太依赖志在己义 悟空还没能完全掌握 我想悟空目前的志在己义功功力 还是需要用意念开启的 要想像维师那样 在无时无刻处在志在己义状态 还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当悟空用上超神志在己义和超然志在己义 都被格兰诺拉破解后 悟空决定开启完美志在己义功了 虽然完美志在己义功的悟空毫无破绽 但是在完全挺格兰诺拉的眼里 就算没有破绽 在力量上还是可以击破志在己义功的 就这样悟空以以为阿的完美志在己义功 第一次被破解 悟空终于败下阵来了 当悟空被打败后 轮到贝基塔上场了 贝基塔认为格兰诺拉 虽然招数和力量都在他之上 但是他很有信心说 这场战斗会是他打赢 因为他的战斗经验比格兰诺拉丰富很多 而且格兰诺拉得到宇宙第一力量后 并没有学习如何控制力量 在一顿狂虐后 贝基塔开启了他的新形态 破坏神形态 他告诉格兰诺拉 这是一个破坏神教我的 只凭本能发挥出来的力量 而且这股力量据说是不上限的 显然贝基塔这个变身 跟悟空自在己义非常不同 贝基塔终于找到了突破自己的方法了 当贝基塔变身时 悟空感觉到贝基塔的气正在发生变化 悟空当时说了 这是神的气 但是这又不是普通神的气 很明显 悟空想说的是 贝基塔的气已经很接近比鲁斯的气了 而且破坏神状态贝基塔的气焰 与自在己义也是很不一样的 自在己义的气焰感觉比较灵动 但是贝基塔的气焰像是诡异的火焰一样 再加上破坏神状态下的贝基塔 眉毛不见了 这可能暗示这个状态 跟超伤有类似的地方吧 我们都知道超伤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 他用很多其他条件去换取力量 之前我的视频就有提到过超伤的缺点 因为这些缺点 导致贝基塔并不想修炼超伤状态 没想到破坏神状态的贝基塔 还是眉毛不见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状态有没有可能是超伤的升级版呢 看起来贝基塔已经将某种形式的能力 和破坏神的气完美结合在一起啦 讽刺的是下一颗问题来了 贝基塔是不是已经超越悟空了 想想上一次悟空超越贝基塔 已经是在纳美克星上了 当时面对宇宙皇帝胡丽莎 悟空开启了超级赛亚人状态 没想到就这样贝基塔就当了千年老儿丢年 时隔几十年后 格兰诺拉在冲提胡丽莎和赛亚人 我想这不只是贝基塔一直期待的一刻 也是作者欠贝基塔的仪赐 在这个篇章中 贝基塔有很大的机会超越悟空啦 重点是格兰诺拉是目前的宇宙第一 如果像贝基塔所说 自我其意是出于本身的潜能 而且力量无限 那贝基塔很有可能击败格兰诺拉 这意味着贝基塔终于比悟空强了 而且还是第七宇宙的最强战士 退一完不说啦 就算贝基塔在格兰诺拉这场战斗中输啦 这好歹也是格兰诺拉的完全形态 悟空在完美自在奇异攻状态 也被格兰诺拉秒啦 当场失去意识 可以说贝基塔的自我奇异 已经超越悟空的自在奇异啦 但是这种状态又能维持多久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啦本期视频到这里已经结束啦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当然啦别忘记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